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时间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邀请到了是 如果爱重来的导演 林子平导演 导演早安 还有帅气的张书豪 书豪早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APP上面已经说 很喜欢书豪 很会演戏 没有错 如果爱重来是爱奇艺台湾代理商 Odd娱乐第四部的自制戏剧 所以现在正在热播当中 那其中当然就是这个故事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所以我要请导演先来讲一下 如果爱重来这个戏 它特别之处在哪里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把一个关于爱情 关于家庭 关于婚姻的故事跟平行时空做结合 平行时空就是 就是你会突然间 类似穿越 也不是穿越 其实我比较喜欢讲的是 之前 前年还去年吧 有一个电影叫《你的名字》 它就是在一个不同时空的当下 它不是跟以前的回到未来不一样 以前回到未来是 男主角可以跑到未来 可以跑到过去 想要去改变它当下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的故事是 这个当下在另外一个时空的你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所以这一部片 其实讨论的还是一个婚姻爱情 然后珍惜你爱的人之类的 但是你们用平行时空去呈现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 舒豪你就是在剧中 你也很考验因为你爱的老婆变成别人的女朋友 对 这部片怎么样 你看到剧本 你应该觉得蛮有趣的吧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 我就是蛮喜欢 然后也没想太多 我就觉得好像看小说一样 看了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接 对对对 我想接 很难看什么 然后接了之后 开始演之后才发现 嗯 蛮困难的 困难在哪里你觉得 就是我觉得就像大家看完的反应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 故事会比较慢 或者是说 他们有一点难想象 嗯 但是我觉得对每个人一开始 在感受上都会很直接的有这种感觉 嗯 可是慢慢的在拍的过程中 你要消化这些东西 对 我想要很正确 或者是说应该说很写实的传达 你经历这件事情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在摸索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真实来说 本来就会比较慢 哦 比如说今天你早上醒来之后 你发现你的家人 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搞懂的时候 你不可能什么一两天就会搞懂 对 而且你一定会想很多的办法去证明 自己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 嗯 对不对 可是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 冲撞碰撞的一段时间 嗯 它可能会有点长 对 对 你不可能一下就认清事实 让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我自己在 在在好 在玩 在在探索的一个很有趣的时间 但其实蛮辛苦的 其实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啦 因为因为你里面就是原本的那个 那个老公就有点吊儿郎当嘛 对不对 有点 就是没有把老婆放在眼里 哈哈哈哈 其实他是很爱老婆的 但是你又吊儿郎当 对我觉得那就是太习惯了嘛 大家现在你知道生活中就是常常身边都有这种朋友 嗯 太习惯一段感情之后你就是觉得 诶好像没有 反正就是必然他会在 对对对对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 反正加班他就会等你吃饭啊 反正他加班他也会在家等你等等的嘛 对不对 所以没想到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他居然变成别人的女朋友 而且是你最好朋友的女朋友 对 这时候你才会想说你平常要 如果发生在现实社会的话 应该也是打起来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平行时空 看个性啦 看个性 OK好 那导演 请问一下这部片你觉得最难倒的地方在哪里 最难倒的地方 你的呈现 哦 嗯 其实就跟刚刚舒豪讲的一样啊 因为他有很多需要被讨论 被思考的点 嗯 那你只能 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你只能套进去一点点 嗯 那接下来就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刚刚舒豪讲的说 他节奏有点慢啊 或是 或是 故事有点怎么样 但 其实在 在过程中 其实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 我们不希望把所有东西都讲得太明白 嗯 其实应该保留一些空间 让很多人自己去 想像 思考想像 这样可能就是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想 他可以体会 就是体会里面的角色 在 在经历什么 嗯 嗯 所以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常常我们要演一场戏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讨论很久 嗯 就是 不是 不像 以前作业 有时候就是 哎 你就把台词都捏出来 对 就拍到了 就结束了 那是我们 讨论的过程中 其实 有时候 因为 因为这是一个 发共同创作的过程 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最后他会演成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那压力就很大 因为 你不可能说他 他演了 他演好了 那我们没拍到 所以我们要想尽各种方式去理解他会做什么表演 但因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又有他对手的演员 对 又有一群人在演 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样精准的拍摄到演员的很细节 或是最重要的那个表演 好好 在团队来 所以我们的 也是要经过很大的那个 所以说好你会自己有很多自己的创作吗 就是在表现方式上面 其实 就是 讲实话 如果是我自己不喜欢的作品 我 或是说拍的过程 其实我没有很享受 不太喜欢的话 我其实不会有什么想法或ID 其实我就是照剧本走 是是 那因为其实这部片 真的是我自己喜欢剧本 嗯 然后呢 嘉燕也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一个对手 然后呢 导演 又是一个很强的对系的演员 然后导演是一个就是 非常尊重演员的导演 就是导演不是会演一遍给你们看 哈哈哈 他不会 他不会 然后呢 他不管我们要怎么样的走位啊 讲什么样的台词 他其实真的都是非常OK 所以其实我 我懂他的困难 你也太不OK 他太OK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压力也蛮大 我觉得他压力很大 我也压力也很大 因为 就像他讲的就是譬如说 他不知道我怎么演 可是我演完他有感觉 他也就OK了 可是到底那感觉怎么样 他要 之后要怎么剪 他其实也会蛮辛苦的 我们其实很多场戏真的 就是跟剧本呈现的感觉很不一样 虽然说大方向都还是差不多 可是可能我们会 让某一个感情多一点 或是说我们可能情绪上 这边少一点或多一点 但其实那个是我们在 因为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之间是 是用表演在讲故事 其实跟编剧用文字讲故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文字跟具体影像化的那种感觉 还是不太一样 他可能可以拍成A 可能可以拍成B 拍成C 所以对导演来说 不过没关系 导演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演 这个电视剧电影也都拍了很多 所以这一次在如果爱重来当中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 或观众朋友 你们在看这个如果爱重来 你们要在这个 嗯 OTD上面看 现在看OTD已经是一种潮流了 好 就是就是你下着OTD 然后从爱奇艺上面去看 如果爱重来 那个点阅率是 是蛮可怕的 好 那那你们都会去看人家留言吗 会吗 OTD的那个留言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自己会在OTD看 嗯 但是 好 好 因为以前都已经习惯电视上 然后可能 或是脸书 或是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操作呢 你们这个操作会不太一样吗 会啦 一定会不太一样 好 你说电影也好啊 是 因为现在看剧或看故事 可以选择的方式跟平台 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事实上 其实是要做一些调整 嗯 所以有时候 电视台看到的版本 可能会稍微跟OTD上面看到版本 稍微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 哦 你们整个戏是二十几 二十几集吗 对不对 二十四集 二十四集 OTD会多一点点 OTD会多一点 而且OTD上面是不是还可以看到一些什么 精彩滑续啊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大家有很多的讯息啊 而且今天我才看到报纸 然后讲到那个 舒豪跟佳燕 在互动当中 就是演戏明明就是要很悲心 然后悲心完之后 你还很调皮 还要 还要做一些小动作 他也蛮调皮的吧 哈哈哈 所以这些演员都很调皮是不是 导演 就很有想法 对啊 哦 而且演完总是 对不对 一讲 就一场很重的戏 演完之后 或他们很深情 对 自己要怎么转化 怎么转化回来 他们也在穿越啊 表演的同时 对不对 他们进入自己的另外一个状态 对外人来看 很limbo啊 或什么呀 嗯 但他们 对自己再回来 哦 因为对 还有下一场戏要拍嘛 对 那说好像你跟佳燕是 第几次合作 我们其实 严格来说 应该是第二次 哦 可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比赛开始 是 那之前 一部有台的戏的时候 对 其实没有什么对到太多的戏 都是群戏 他那时候是演一个老师 哦 年轻的老师 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演学生 哇 对 你看我老 呃 然后这次就是完完全全对到 对到 对手戏 没错 然后 其实我觉得 比较好玩的分享应该是说 我觉得佳燕其实他也是非常的投入 但因为他个性是那种冷面笑将 你知道就是 他可能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他会突然讲几句话 然后那个 那个话可能是句点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笑话 等等的 就是出其不意 然后呢 他就是这样 你知道像个冰山美人这样 然后 他就算叮你 或者说开一个玩笑 然后你哭笑 你也哭笑不得 你知道吗 他就是美美的放在那边 然后你呛他了呢 你又觉得好像对不起他 于心不忍 因为他那么美 所以我们的一个互动 其实我觉得 导演说的穿越形容的也蛮好的 然后我跟他之间其实也有点像 剧本里面那样的状况 就是我也很调皮 哦 可是呢他常常 他永远不是常常 他永远都可以置住我 就譬如说我开个玩笑什么的 譬如说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记者会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跟媒体说 他们就会问说 请问你第一时间知道跟嘉燕拍一首什么感觉 我就说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演啊 我就跟公司说 嘉燕这样好吗 什么 然后他马上就在旁边补说 哦 我听到是张树豪 我直接就拒绝了 哦 你们两个可以接手接来接去 可是他讲的那个 你觉得很好笑 对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哦 又气又恨 我就跟他说 啊嘉燕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的啦 我没有开玩笑啊 你知道 嘉燕就会很认真说 我没有开玩笑 然后是很多媒体都在 哦 然后我就说 哎 嘉燕快点啦 快点有媒体 你不要闹 明日新闻就出来 嗯 没有没有啊 我真的是认真的 哈哈哈 然后隔了很久之后 就看看我这样笑笑笑 然后就走掉 呵呵 就完全的你知道 自助我 然后可是 我也拿他没辙 其实也很像 所以嘉燕是一个 就是 他内心就蛮幽默的 对不对 哎 他是冷面笑这样 哇哦 所以其实刚刚拍片这段时间 其实真的 心情上什么都 都是蛮好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哇 因为拍片还是会累积很多 负能量 对对对 他常常就会讲一些这种话 你就会觉得 啊 所以整个氛围是非常愉悦的 哈哈哈哈 刚才压力可能很大 对 还好 因为他们拍戏的时候 其实 都跟演出来不太一样 哈哈哈 拍的时候都很像喜剧 所以 所以 导演就默默走到旁边来抽烟 想说 我戒烟了 你戒烟了 你戒烟了 想说 接下来这件事情 但 一群有才华的演员 跟 在这个如果爱重来里头 这么多 这个 这么棒 而且是 大咖演员也都来 就是 愿意当临时插一脚 我觉得这个 这部片真的是值得大家来 欣赏一下 如果爱重来 我们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2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现场 这个 要访到了是 如果爱重来的导演 林志平导演 还有男主角 张书豪 来跟我们聊一聊 这个如果爱重来哦 这是 呃 在 呃 OTT 上面 爱奇艺上面 呃 的这个 连续剧 好 那他 因为讲到平行空间 所以 他其实这个剧本哦 剧本其实也很厉害 找到了编剧是李同豪 李同豪老师 他可是文学奖的 嗯 得主 而且得了好几次呢 嗯嗯 所以他这是在写这个剧本当中 其实呃 呃 因为他 我记得他的作品应该是 蛮多那种幽默反凤的 的做法 但是这一次他写这个 如果爱重来这个编剧 他本来就是一个否 一个戏剧 要写的一个剧本嘛 对不对 对他他是 他他是 OTT 他们的一个剧本的培育计划 风化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 哦 对 然后呃 那个计划叫代鼠计划嘛 对 OK 呼吁代鼠计划 对 然后他呼吁出来这个故事 嗯 然后再交给制作的团队 是 把他执行出来 是 对 那同李同豪老师当时就是 嗯 就是在这计划里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嗯 嗯 爱情跟平行时空的想像 原来他他用的不是平行时空 对 原来他用的是薛丁格的猫 的哦 对 但大概都是都是量子力学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 哎呦 可能探讨就是说婚姻中可能会有 有好有不好 但要不要把它掀开 看看到底里面是死了还是活的 对 好残忍哦 对 当时当时就是对对 嗯 当时我看的剧本对于这一点也是觉得很吸引人 嗯 嗯 然后渐渐的发展才 因为有呃 因为很多是影像转化的问题 对对 所以就渐渐把它提炼成平行时空的概念 OK好 那呃 这里面除了有舒豪啦 家宴之外哦 呃 里面还有这个月琴 呃 月月琴 吴月琴他演那个王思源就是 在剧中是呃 舒豪这个汪大乐的好朋友吗 最好的朋友是 从小他算羊子在我们家 羊子在你们家 从小其实就是很像是亲兄弟那样 那但是其实就是对就羊子 哦 所以所以所以当你一个最好的朋友 就像亲兄弟的朋友 亲兄弟的朋友 跟我的老婆 变成了男女朋友 对啊 他好难想象哦 很棒 这让大家去想象 太难想象了 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是会骤人啦 但是 对 你知道汪大乐比较 他就是一天的不管是家人 还是工作的伙伴或是朋友 去帮他证明这件事情 对 对我相信有一些人一定就是 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奏了再说 然后就是跟大家就是讲说 他就是我老婆 不管 嗯 可是其实 这种方式其实 我觉得大乐也不是个笨蛋 对 他也知道这种方式 其实 没有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这样子 你就像掳人勒索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透过身边这些环境 或什么去做证明 对 当他发现慢慢的无法证明 然后包括他身边的人 开始告诉他 他只好成全希望他能够好 没有 大家先跟他讲说 你先冷静 先观察这个环境 嗯 那他观察过程中 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 原本这个时空的汪大乐 他好像是选择祝福 哦 对 那在他一开始 他只能先接受这个状况 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时候 他就是先照着原本的大乐 的这个 就是原本这个时空的大乐的选择 然后后面会怎么样 我们去 我觉得 我觉得 你们这个真的演起来 全是起来不是很简单 因为他有第一 第一时空第二时空 然后你要在那个中间的转换 跟 那个合理性 有没有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 哦 那里面那个里里人演的 我觉得他 他也是一个太神秘的角色了 对啊 其实里面 几个主要角色都 都很 复杂 因为他是自己 又不是自己 对啊 然后看到别人 然后例如说看到老婆 但又不是老婆 所以 而且我很想知道 这个彩可夫 他的真实身份 到底是 点点点 哈哈哈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但是那个林里仁大哥 他这是 呃 在演这个彩可夫的这个角色 他其实也跟他以往的角色 全是方式不太一样 对啊 感觉上他这次就特别 因为他不是演一个很完美的 以前他的角色有时候 会比较完美 帅气 正气 对 那这一次演的其实是 带有很多缺点的一个 时空旅行家 对 对 有这个能力的人 对 就是所以他会好奇 可能对我当时看到这剧本 刚一出来的时候 我也很好奇说 他为什么 会会有这个能力 哦 啊 这也是我们故事后面 才会告诉大家的 所以大家要看下去 而且那OTD最好就是你 你前面没有跟到 没关系 你就是可以往前面去看 OK 好 好 对 那选定的演员阵容哦 其实这演员阵容就真的是 很 很厉害啦 好 你看那个陈乃荣 他也有演耶 啊 他在第二时空里面有演 好 那导演 你们当时在选这个演员阵容的时候 还有一些 特别演出的这一些 呃 好朋友 好像 哦 马西平大哥还出现在直播节目当中 第一集就来了 我觉得好好笑 我一看我觉得很好笑耶 他他表情也太认真了吧 他非常认真 而且他对于讨论这个宇宙神秘的事情 他非常的 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 他在拍的时候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量子力学的 平行时空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哇 所以他讲的很认真 虽然我们是想要他演好笑一点 对 因为他认真后来很好笑 他的样子很认真 就让我们觉得很好笑 就很像真的在报新闻 对 对 好可爱哦 都会纠正出我们剧本的哪一个字写错 哦 是 就是一个教授来着的 然后也要告诉你们量子力学 然后里面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角色啦 然后像彩华姐也有在里面啊 龙宋华大哥呢 哎呦 陈伯正大哥呢 哦 那都是怎么样 也是一个神秘的司机是不是 我们其实我们这剧有很多是符号性的东西 就是把很多台湾重要的演员啊 或是他们曾经扮演的角色 把他放到我们这个剧里面来做一些想像 因为我们是平行时空嘛 是是是 也许他曾经在哪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彩蛋 对对对 那重点也是我觉得都是剧本在选选择演员啦 哦 剧本自己本身带有很多角色 然后他会告诉我们 我们只是去帮剧本执行出来 把谁找来把谁找来 哦 那当时选择这个舒豪 因为舒豪一看到剧本他也蛮有兴趣的 那你们当时觉得哎 舒豪很适合这个角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当时我们找舒豪不是要演他现在这个角色 是的 但是呢 那就是一样我就觉得剧本很很神秘 就是走着走着聊着聊着就会觉得他就是这个人啊 哦 嗯 哦 你聊了什么 你聊了什么 本来你能讲吗 本来你能讲 本来你不会是那个 才可不思计啊 你本来是那个神秘司机吗 那怎么样你这时候在聊着聊着你跟导演聊着聊着的时候 你其实对这个剧本跟这人角色就有很多的想法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觉得导演在前面准备的时候 他已经他已经有点 你知道想象空间已经被整个发挥开 所以其实当时在聊的时候其实他完全没有设限说我要演哪一个角色 所以他都在想象 就是张苏豪要来参与但是还没有确定 他有可能好几个角色都很适合 但是要看看你的想法 哦 没有没有不是看我的想法 还是看我们 就大家一起啦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看怎么去来 告诉人家这个故事 但是说好在面对就是在跟你们讨论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 这个大乐角是很适合他 就还是很经过很多次的碰面啊 他那时候最后才决定 那女主角呢 女主角是一开始就确定了吗 女主角确定的比较早 对因为感觉他当时正在筹备婚礼 要先把他档期定下来 因为他接下来很忙 要自己人生大事要完成 总觉得如果他在结婚前能拍一个这样的片子 婚礼前能够完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于婚姻也是有莫大的帮助 其实对于进入这个婚姻来说 可能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 然后已经进入婚姻的人看到这部戏 你其实他还会重新思考一下说 哦真的就是你很熟悉的人在旁边 你如果太习以为常 或是太觉得说反正他都会在 其实就有点可惜 好应该是要更 更把你的爱展现出来 不然的话真的有一天平行时空 你爱的人已经去爱别人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欲哭无泪 所以在在剧中 你是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很深情的表现 其实讲真的 我觉得在拍的过程很很微妙 我当然我不知道怎么下一个人怎么想 可是其实我自己这边就是 我很投入 我可以 为什么很多片段都好像我们在 小白痴或在搞笑 可是我可以真的可以 搞笑完 然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好都可以了吗 准备了吗 大概30秒内 就是我可以也延长哭泣 哇 但是而且重点是 我跟子民导演都有觉得就是 我们不想要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平常对哭不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或是算是熟的 这个感这个情绪 但是他也跟我一样都希望尽量不要 动不动的 就哭 对 可是呢 我当然 我当然还是没有说犯就是以前的那个 那个一直哭的这个状况 可是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感觉 你知道吗 就有些时候我是真的在演的时候 我是忍住 你就忍住不要哭 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 如果你隔天早上起来 发现这个 这个状况变了的时候 其实 太悲伤了 对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那个是 当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 你就会有这样的情绪 对 然后你就是告诉你 你会告诉自己你要挽回 你要怎么挽回 然后可能很多时候你付出了 全部 挽回不了 无法改变 那怎么办 你要放弃吧 不行啊 你还是要得继续嘛 当然这故事你还是得继续演下去嘛 所以你还是必须坚持下去 可是 我觉得真实的人生真的遇到这件事情 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啊 真实人生 就是 你就算这件事情你尽全力了 还是没有办法挽回 对 你就是在找下一件事情嘛 你会一直试下去 直到最后嘛 是 一个结果 好 所以 如果 爱 重来 如果 爱 重来 其实导演你们最 最想要把这一部片 分享给大家的那个 那个 我要说核心意义好像有点严肃 就是 那个 价值你觉得是什么 嗯 我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也 也结 结婚了嘛 所以 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是说结婚不是结过婚啦 是结婚 结婚结婚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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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说 婚姻对于两个人之间相爱 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必须努力去经营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再来跟这个林泽民导演 还有舒豪来聊聊 如果爱重来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树封 全都在树尾的 最正典 好的 10点37分 欢迎回到 汤 最正典 如果爱重来 好 现实生活当中 你可以想象吗 平行空间 哎哟 我会想起来也觉得 如果真的有平行空间 这件事 真的蛮恐怖的 哈 哈 好 那呃 这一出这个 如果爱重来 好 正在热播当中 哈 大家 可以在 OTD 好 去下载爱奇艺 好 上面有 非常精彩的每一集 这个就是OTT 为什么现在这么热门的原因 那现在的观众其实很幸福 因为他可以看的这种选择是太多了 你可以在OTT 你也可以在电视 你也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平台选择 那对于导演来说 因为导演你看你第一次的电视剧的作品是 是2007 然后现在2019 你看这十年中间 其实你自己的观察 这种OTT的兴起 其实对于你们拍片 你觉得最大的改变跟影响是什么 就是观众太分散了 很不好讨好 就是观众 就是你观众你可能不预期他在哪里 可是他就来了 或是你预期他在哪里 结果是另外一群人来了 对就是观众的喜好跟那个 你很难很难去揣测 你大概就有一些大数据可以参考 但是你没有办法很完全掌握 他们会是谁 或是他们会看什么 这样 这样对我们创作本身来说是好的啦 对于商业宣传部分 它是比较辛苦 那创作本身才还是维持在一个 就是好的作品本身会被看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 他可能就会流传的比较久 对对 或是他的那个扩散的力量会比较大 是是好 那对于舒豪来说呢 舒豪像你演电视演电影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嗯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哦 就是前面讨论的时候啦 就是我觉得剧本因为电影毕竟它 它其实有点像是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对 所以它的故事一定是前面就很确认 然后可能每一场每一场就拍戏啊 然后跟导演跟所有的演员就是坐下来 或者甚至是要饰演饰拍 但电视剧本本来就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等于说在现场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多需要再一次沟通 或者是会面临到很多卡关 然后或者要花很多时间讨论等等的这些状况 这状况是就是我觉得不一样的环境啦 创作环境 是不一样的创作环境 但是表演这件事情就是需要热情 是绝对没有错的 那舒豪刚好讲说在演如果爱重来者 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其实就是对于对于你自己的那种想法的冲撞啊 演员之间的火花互动 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 是我觉得就是也是蛮深刻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刚好 如果爱重来前面也是有一个工作刚结束 就很紧接着接到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自己很喜欢 但是也因为投入很多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像导演说 大家其实都蛮有想法的情况下 总会有碰壁或是说累积到一个程度 就是会需要自己调试的时候 其实在过程中自己也有就掌控不住自己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会太爱哭是不是 不是不是 比如说表演上的情绪也有 或者说自己的压力也有 或者是说负面的情绪等等的 那可是呢这部片对我自己 张树豪本身而言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是 我觉得在我30岁的时候 对然后呢这部片其实真的是 没想到你30了耶 对啊 你是偶像明星可以讲吗 我哪是偶像明星我当然可以讲 偶像实力派明星 我觉得这部片如果再找个几年拍 我其实不会有感受 就是我会觉得不懂 就像之前大家觉得长不大爸爸 就是这部片角色有点像 可是其实对我在拍摄而言 我的感受上其实差很多 不是说那部片没感觉 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在演的东西共鸣太少 所以到这部片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很深刻的原因在于 就是不管是我工作上的状态 是我私底下对于爱情 对于成家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想法 是很深刻的 是很深刻 因为时间年龄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这一出戏 之前有一些媒体报道都会说 它叫大人味的戏剧 大人味 你有看到这个标题吗 导演 大人味偶像剧 大人味偶像剧 就是观众群比较 年纪比较 也不是不是 它就是说进入婚姻 你可能是二十几岁进入婚姻 三十几岁进入婚姻 但是面对人生在婚姻当中的抉择 就是偶像剧长大了 其实因为故事 原创的故事 它就是从一对 大学的同学 同班同学 但它故事的起点在于 他们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而且是第六年的周年搞砸了 故事一切是从一个当下的切片这样开始 包含大学生活 或是 那都是回忆过去 所以大人味 当然我相信 因为一旦结婚之后 你再怎么幼稚 你就是柴米油盐 面对每天的日常人生 而且第六年的结婚纪念日 因为我发现前面五年已经够扯了 第六年 我觉得第六年还没有前面的扯 但是如果我老公这样子的话 我看这个婚姻也是难保 因为其实社会 说好你不是这样子的男朋友吗 或是老公吗 我不是 你是会记得吗 我是会记得的人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 我跟你讲 真的拍了这么多年的故事啊 真的 总会有人跟我说 你拍了什么 我真的遇到这种人 真的什么人都有 反正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过程 也是在怎么讲 就是说 证明我的想象力是对的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会看到剧本讲说 怎么可能有这种 因为其实说实在 有时候你看到 这个发生在周遭朋友的故事 的确有的时候会觉得 其实人生怎么比戏剧还要扯 其实人生可以到这种程度 好 那导演 因为导演结婚了嘛 子萍导演 你是会记得结婚纪念日的人吗 我会记得有这一天 但有前几天 是哪一天 有时候都还会犹豫一下 曾经发生过 我也是记错日子 你也记错日子 对啊 因为觉得 怎么可以 26还是28 或是这种 但是月份没有记错吗 月份是 比较不会记错 你觉得女生 是不是真的太爱记了 什么生日啊 结婚纪念日啊 什么认识纪念日 你会觉得很烦吗 烦是不会啊 就只知道说 女生都会这样 女生都会这样 就戏刚上的第一个礼拜 然后突然间家里面来了一群妈妈 太太 因为他们看了之后就找我太太 这样组织了一个聚会 开始 开始狂批男人 我们要问一下导演他的想法是偷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什么的 所以说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 引发共鸣 对好 那那我要跟这个天下男人说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人提醒你 然后那个人跟你可能有商业利益 例如说花点 你就是把你的生日 就是老婆的生日啊 女朋友的生日啊 结婚件事什么 都跟那个华店老板说 那因为他要赚你的钱嘛 然后又通知你嘛 他就会在前一个礼拜 说那你要写几个知识片语了 对他还不能倒 我告诉你就是 就是你要有支持系统嘛 你就是如果自己 好像很健忘的话 你有支持系统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的婚姻 或者你的爱情 可以比较能够经营长久 好那你觉得男人 会忘记的原因是什么说好 你是不会忘记的人 对我是不会忘记的人 但是其实我自己 如果被忘记 我真的无所谓 就是我会觉得说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都需要靠这个 这一天特别 就是我 对我真的会觉得 平常比较重要 就是譬如说 大家都会说 我们在节日的时候 要休闲 千万不要这样想 对我知道我知道 过来人的经验 对对对对 过来人的经验 千万不要我知道 这个老婆后女朋友会说 没关系啦 我们日常比较重要 每天快乐快乐每一天 哦 然后但是你说重要日子 你又没有什么表示的话 就会让我们 KEEP POO POO 我知道我是说 我有这个想法 可是其实对 我一直都还是很小心的 就是每一天我还是有故 但是节日到时候 其实我还是会小心 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最特别的地方 琪琪会这么神奇的原因 是因为 就是 诶 这已经出来了嘛 是吗 台式也都播了嘛 可以那个 就有宴运棒嘛 就她怀孕这件事情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有些女生其实没关系 就算六年也没关系 可是我觉得那个期待度是说 因为那期待是说 天啊我们结婚六年我怀孕了 然后我要跟你讲 结果你就搞这一拖 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当八 我觉得这是重点 琪琪就是一个接受度也很高的一个老婆了 我觉得就是在看这部片 肯定很爱她啦 肯定很爱她 对 对 然后 喜欢她这个个性 对 其实 大乐也很可爱 但是就是你知道 婚姻当中 看这部片你就会 五味杂成啦 然后赶快来加入 如果爱重来 然后就可以 可以一群女生集合在一起 加一个群组 然后去找老公 来好好聊一聊 受孽的一群男生都在剧 会不会 也可以啊 但是重点是 其实常常我会觉得很多戏剧 它反映了某部分现实人生 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 帮助我们自己在现实人生当中 可以让很多关系更美好 因为关系的错综复杂 其实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但是我们都期待它是往美好的方向走 如果爱重来 热播当中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舒伟的 pop最正点 好的 10点52分 如果爱重来 哎呀 通常我们都是在 没有on air的时候 讲的话是 更有趣的 我们刚正在彼此分享 彼此的经验 我刚跟紫皮导演说 跟舒豪说 哎呀 我已经结婚了16年快17年啦 泽民导演结婚十几年啦 可是他又说不出劝切的 哎老婆会在听啊 劝切结婚年 是哪一年 林虎惠玲 你有其中一年结 my god 不行 请老公记得 对啊 不要提的 刚刚刚导演说 如果爱重来 爱可以重来 但结婚不能重来 你知道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 就是另外一半 安泰做安好的话 就是保平安 非常非常 非常 那如果爱重来呢 邀请大家 在这个 ott上面 在爱奇艺上面 可以收看 人家台视 台视是每个礼拜 几播出呢 导演 礼拜三跟礼拜四 晚上10点 好 大家可以来 欣赏 如果爱重来 那前面的几集 如果来不及 跟上的话 没关系 ott就是这个好处 好不好 赶快去 运用ott来看看 如果爱重来 结婚到底重不重要呢 如果爱重来 要告诉我们哪些 在婚姻当中 在爱情当中 我们必须要 好好的来思考 而且 人生不会重来 好不好 珍惜当下 是很重要的啦 最后 说好跟导演 还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分享的咧 有没有 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培养 十年 十几年的这些观众 其实都应该都蛮了解我 然后 对我的作品啊 什么的 都是有信心的啦 对 那我觉得不管说这 因为其实现在 没有看ott的朋友 会会差个几集 对那 过程中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 铺层是需要时间 我觉得那可能 跟大家一直习惯的 这种观影的模式 其实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我们 我们在做戏的过程 我自己也希望是 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 而不是说 大家都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给你们 没错没错 不然其实 真的我觉得 有很多戏就好像是观众在写剧本 然后他们喜欢哪个角色 觉得谁好看 他就是一直写那个 那其实不是我们 做这部戏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 虽然说 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 但是到后面 慢慢的 到越来越后面的急速 其实 你们一定会有很多的 体悟跟感受 那在最后我相信你们会觉得 所以这部戏是没有错 就很喜欢的导演来 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希望透过这部戏可以 让观众更能跟自己的选择做相处 想得好好哦 好失忆的一句话哦 更能跟自己的选择 好好的相处 太棒了 如果爱重来 谢谢林慈平导演 谢谢舒豪 谢谢 谢谢 接下来锁定pop牆先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